那同样在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三十多万社会各界群众也自发来到这里 面怀先烈给烈士扫墓寄托哀思 那今天是清明攻击烈士的最后一天 具体的情况再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本台记者杨海玲 海玲你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 好的 端端 我现在是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秀恩大夫的目前 那么大家都知道白秀恩大夫是从加拿大来到中国 和中国人民一起抗日 最终为中国战士做手术时牺牲 那么其实每年的清明节前后 都会有大批的中国人 社会各界的群众 来到白秀恩大夫的目前来祭扫并纪念他 那么现在这个白秀恩大夫的目前 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公祭的仪式 那么正在祭奠他的是来自白秀恩医务士官学校的学生们 那么学生们手中这一朵朵黄色的菊花 也是表达了对白秀恩大夫的崇敬 敬仰和怀念之情 那么白秀恩医务士官学校 其实说起来和白秀恩大夫有非常深的渊源 那么他是白秀恩大夫来到中国倡议并发起建立的 并且是我国唯一一所以白秀恩大夫命名的学校 那么我现在也是邀请到了 白秀恩医务士官学校的李云波校长 李校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每年学生们都来扫他 您理解白秀恩大夫这种精神应该怎么样传承 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弘扬白秀恩精神 登座白秀恩传人 我们每年来纪念他 就是让同学们学习他 记住他 把白秀恩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好 感谢李校长 刚才李校长说到了一个词叫传承 我想可能这些学生们到达工作岗位以后 更多的传承的是白秀恩大夫这种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 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他是1953年建立的 那么这个园内是安葬了258位革命英烈的灵鹫 以及来自建国以来牺牲的600多位先烈的骨灰 那么每年这里有大批的社会各界的群众自发来到这里 那么从3月30号开始到今天 这里有每天有很多场的攻击大会 那么截止到目前已经有30多万群众来到这里 祭扫革命先烈 缅怀寄托哀思 那么其实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 今年因为来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呢他们也是开通了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的服务 为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祭扫的环境 那么在园子里呢 还有很多社会的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维持秩序 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安全的祭扫环境 那么其实从早上到现在来这里直播 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就是虽然这里广场上聚集了非常多的来祭扫的人 但是现场的秩序非常的好 非常的安静 可以说踏进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大门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庄严肃穆的情绪 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李校长说的 很多人来是为了传承 那我想可能每个人来到这个园子里面 感受到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想选择在七明节这一天来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来祭扫 都是为了一个词 那就是记住 就像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进入大门 二十五米高的纪念碑上刻的八个大字那样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端端交回北京演播室 好的 谢谢凯玲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谢谢